大家好,我是Cynix,回到来来搜P的游戏开荒视频 上期呢是打了一个boss 这是什么 悲伤狂信徒不对啊 这叫什么完整者拉克西亚 另外我才发现其实好像是应该是我上路上期的时候 Steam应该是出了一个游戏的更新 更新之后应该是现在它识别PS手柄了 所以之前好像我一直是Xbox手柄好像是这个键 然后PS手柄就要按这个键来开菜单 总之是我当时还还在纳闷 我说怎么怎么开不了菜单 像说实话这些乱七八糟东西就是太多了 卡米尔吗 V 这个V应该是V尼尼吧 总之 就是关于这个叫拉克西亚的人之前有没有提到是不太清楚 树是阿德里接受了洗礼 阿德里安娜 这个阿德里安娜好像是有提过 一个完整的生灵 好吧 这样看一下 你有什么要说的 你没有了 就是好像是 金币树快满了 我看一下这边的 好像这个旅店的老板 跟管家要谈话 我觉得先 先去找找你谈一谈 她没有得到 她不在乎 它是全由你 除了你的最困难的选择 你永远会找到这样的平衡 对于我 我身复的情感 我的生活 或是什么通过它 它失去意义 它感觉像 疲惫 我全身 所以我计划 把我的心 成为一般的游戏 这将会是我的最终的谈论 这将会是我的最终的谈论 尤其是怎么结束 我感谢你 为了你的美丽 和美丽的瞬间 欢迎来到Hotel Kraut 我怎么能够服务 这个是什么东西 说是找到这个 Antonia的最后的 我猜就是把他的剧情先弄完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你现在是 钢琴坏了吗 钢琴居然没坏 那个人不会在里面吗 他不在 那等于是让我找他对话 实际上不是对话了 我猜是不是去他的坟 还是 还是怎么着 还有那个 金币树 先给收一下 好像 还有几秒 这应该是 这个更新之后 更新之后 其实 但是你现在说是可以在 在金秘术这去重置 就是不用回那个女神像了 其实就相当于是 更方便 其实还有一些更新的一些补定 我能想起来的是好像是 基本上是削弱了一些 应该是游戏初期boss的一些 生命也好 攻击也好 之前打那什么 阿莱西亚还是什么 他应该是没有削弱 但是我看见了 一个被削弱的 是好像是什么西蒙 就是这样的攻击力还是什么 樱桃味的信 这个吗 至于卡罗长相相近的年轻人 卡罗 是罗密欧 罗密欧是傀儡人偶王 好友是卡罗 我猜这个就有 很 基本上就是 塞拉萨尼 就是 有可能那种很 常见的像是什么 这个什么 这拍豆吗 他的孩子 死掉之后是 就是给复活成人偶了 这种剧情还是蛮 蛮常见的 等于是这个信 能跟你说一下吗 没了 这东西没了 这个什么贝尔街 好像是这个地儿 有一个人说 他要逃出去 但是那个人 为什么没有他的头像呢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the hotel seems truly empty now that lady Antonia has departed she was the closest person I had you know all that with my parents happened when I was just a child these halls are truly cavernous now without her and her music she was a terrific pianist 前面还挺悲伤的 然后马上就开始很高兴的帮我们去换魔石了 把门奏火吗 应该是没了 升个级 这个应该是还是有一个改变 好像这次的补丁 它把装备中央上线的收益 应该是变好了 现在我是52 之前好像就是将将卡到60的样子 我把这个摘了我是才65 所以说应该是不错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可以考虑去洗个点 因为之前装备中央上线非常的不够用 好像还说是把这些boss的 可以看把这些东西好像都是之前特别的重 现在是把这些boss的这种特殊的护身服是给改清了 可以看我现在穿着这个东西都不超重 而且还是一个轻的重量 现在是我 我可以把更多的点数投入到其他的地方 或者我可能是其他的这些东西可以 这些已经是最重的了 那是没准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弄一下 或者之后这个经验值不缺了 我可以是换一个 就是再换一个进攻项的东西 总之 而且这边我才意识到 他说这个与虚构篮的数量成正比 就是我现在是已经五个槽了 是不是这个戒指的收益实际上应该会更好一些 可以 现在其实升级升什么我也不太清楚 之前打boss就发现 这个并不是说你攻 就是肯定是血不够 但并不是说你的血的总量不够 导致说boss一招什么把你秒了之类的 就是这边这个鞋我也说话不太清楚 这边的话 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就没有必要加了 我甚至是觉得之后 我超重可能都没有太大问题 可能加攻击力吧 这样 这个九件东西应该是没了 等于是你 就是之前好像是有那个人叫什么病实验对象 多少 好像700多号 723还是多少 你会是在哪呢 那个人还活着 那个人还活着 这边为什么在发量 你还在喝酒是吧 他是被卡住了吗 他被他被这个地卡住了是吗 那问题就来了 他会去哪呢 他会去哪呢 什么声音 这个桶为什么会这样 这桶为什么会这样 这样是出去了 我实在想起来 这个地儿能有什么别的 天哪 还挺高 我什么都认识了 那是不是 我认识了 我那他们有什么 美国的国家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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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吗 好像 古丁还说提高了这些 东西的掉率 那这儿原来有个人 但这个人没了 但是这个就已经跑到第二个萤火去了 这个就是之前打那个猫头鹰 不是打那个 那个人的地方 这应该是算第一个萤火 那他会去哪 他不会是 我从这个萤火网回走吧 那今天真的是 这萤火 这也有什么 有情形 那这要是 就不能勿问 这要是 这要是 找到 那不是 那是 你 告诉我有对话 这个对话会是什么地方 这是新武器 这是那边没有东西 这么拐呢 这么多人 这个地儿感觉像是一个能能藏 有任务NPC在的地方 这个地儿有没有能跳去 你在这儿 826 我还挺高长的 蛤 它是新的生活 新的感觉 很简单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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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需要什么 你先看看卖什么 用便宜还 这是什么 水晶斧 这是抗扰乱 扰乱是什么 诅咒 这个呢 白衣女 这东西都要买一买 这东西都要买一买 我曾经是一个演员的 Patricia 不是 黑的演员 Adelina 但是她的姐姐 Patricia 像她的姐姐 像她的姐姐 如果她变得名 她就会称她 白天 她是一个孔子 她是一个老年 她是一切 她是一切 她搓了她 她的血 她是一切 我只是 其他人的记忆 所以 我根本不知道 它们 但她们的记忆 她的歌词 你应该听她的声音 就是等于是之前 说实话 那姐妹俩的 就是具体的是发生什么 我也不太 不是特别清楚 我有点好奇 可能官方就是有意识的 这边还又额外的 加了这么一个NPC 是资予为那两个姐妹的 她的故事现象 是做补充说明是吗 这件事是有意识的 我还没想到 我还没想到 这写在背后 的写作 我读了记忆 但仍然 任何方法 你看到它 它是写作的写作 可能设计 那样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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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 在哪儿 女仆人偶是哪个女仆人偶 这好多的女仆人偶 看一下 这等于是她卖好多东西 我要卖些灵魂物品了 差不多够了 卖完了 你有什么 我给了你这么多东西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 好吧 这样看一下 等于是 一个武器 这武器可以回去再弄 就等于可以弄一套这个了 这个人我们打的时候 他有声音吗 他说是失去了歌声 可能就是并不是说完全失声了 而是唱不了歌了 妹妹用人偶的鲜血 呈现了舞台 就等于是 这个妹妹 她是在 我们跟她 打的地方 是有好多的人偶 我记起来了 可以 那就之前一直用她的面具 好像好久没有拿到新面具了 拿了几个都特别丑 我们现在什么样子 就是之前说是什么变得更像人了 这应该是头变长了 头发变长了 不是头变长 就这样吧 说说去看女仆是吗 哪有女仆啊 这是女仆吗 好像一开始的那个 有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背对着我的人 我猜她应该更适合 我猜她应该更适合 就这就是个女仆 没有 还是跟下来了 就是那个人是撞到你就炸 好吧 就这有什么字啊 那个baby怎么爬下来了 这有字吗 没看见有字啊 怎么这儿还有个baby 天哪吓死我了 这帮baby干什么 这个好使啊 可以 那就这个应该是弄完了 这还有什么别的 有一个boss灵魂 我要去找那个 好那个人叫猎犬 他在 这个斗技场前边 我知道他在那个区域 一开始能 就是隔着一个地方 能望见他 但是 是这么走吗 引到了 这个有点可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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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不会打这个武器不大 还用的不熟呢 这 这是什么攻击 二连好吧 是这么走吗 怎么这么黑 我防御感到没有出来 这边是接了个电话 这个是 这个原来是这么黑吗 为什么在那边 啊 就是我要在那个斗技场之后 斗技场之后没有营火 还是说斗技场出来之后跟那个什么猎犬 这地之间有这么黑吗 还更黑了 反正它是雾气特特大 尘土特多 好吧 好吧 之前有攻击的选项吗 我本身想法是我把所有的boss灵魂都弄完之后我再攻击你的 成功进行防御后不消耗武器耐久度 这个boss其实我不太清楚是所有boss都那样 我这个boss二阶段我不太会打的时候 我是当黑魂顶顿防御 我那么打的 不过这boss好像倒是没有攻击力不是很高 铁甲勇士 就等于实际上这个boss还是属于攻击的 它是一个防高的boss 一个剑 敏捷的剑 两个奇怪的技能 这个技能是什么 扔出武器 这是一个电锯一样的东西吗 就扔出去 好像我看它大的那个圈是它的刃 然后那个小的圈是你握的地方 现在是当这个溜游球给扔出去的 我这么一个感觉 刃部暂时空闲 什么叫什么意思 增加打击数与伤害 什么叫任不暂时空闲 这个就我就不太清楚 什么叫成功进行防御后 你防御还有不成功的吗 还是说是进行完美防御后 这个不管是怎么着 我都感觉一般 就是我感觉刚才我打boss 我就摁死了防御 我之前就是这么一个策略 因为这个boss我实在是 它的动作实在是太快 太难判断 我就是摁死了防御 这个消耗耐久度 我觉得没有什么 主要是 还是耐力重要 我估计这个游戏实在是没有什么兴趣 我买这个东西好了 就等于我之前给我 还是我记错了 你应该有攻击它的选择吗 或者可能就是 你一周末的时候 一个周末就是把他东西都换了 另外一个周末是把他杀了 可能是这么设计的 跟错了 这样应该差不多东西都弄完了 回去看一下那些武器 先看看这个玩意儿 水晶战斧是把钝器66 向下重击 被酸液覆盖 好像怪会类似的技能 节能 这个饼感觉 是一个单手饼 是吧 就是一个横扫的东西 速度稍微有点慢 这是R1 R2呢 重砸 就有点像之前那个井棍 但是更慢了 这个蓄力呢 这个蓄力不错 就是有 有位移 可能位移多远 还可以 但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位移的时候 实际上是没有输出的 如果正好 敌人先动起来攻击 你在打到敌人之前 你应该会被纤维打到 这个东西看一下 这个速度好快啊 这能持续多久啊 这是中毒的东西吗 这武器的战绩有点厉害 这个有点厉害 就是战绩不错 我比如说 我可以把我 这个的头换了 但是减伤率会差很多 不过这个武器出伤 是真的快 出完之后 如果 就比如说 boss倒地 或者说 他出大硬直的时候 这我还不太清楚啊 就是比如说 boss他已经出了这个 boss出了这个白槽的话 然后我这样 他出这种状态下 他会中毒嘛 中毒之后 我再这样 然后他倒地之后 依然是在中毒 这个感觉有点 这个连击有点不错 但是就获得太晚了 这个东西我觉得 一周末至少开荒 我是并不后悔生他 这东西我只是喜欢 长枪的东西 但是真正我想要 长柄的话 我还是更喜欢这个剑 看下这个武器吧 是把敏捷武器 比较敏捷的敏捷武器 它是防御减伤52 这个是66 这个是65 我用的是大剑 这些都70多 这根算低的 可能低的是 最低的可能40多 然后大部分 清新武器可能都50多 然后这种稍微 重一点的65 再重的就是70 扔出一个武器 这个好像我看过了 我先看看 先看他的普通的木材 好像就是一把 那些是单手剑 或者是斧子之类的 一个平坎 比较常见 重击的 这个像 有些斧子会这么抡吗 有些锤子会这么抡 这么连会什么样 不太清楚 重击 一个二连 有向前的位移 可以 这是什么 这是 重能斧 我下意识的 我当 重能斧的 就是攻击你 你摁的时候 你要摁住了 它才会卡到 这是什么 这能打多远 就是这是一个 远程的技能 但是呢 它 有意思 这是909 900到1000的伤害 那个900到1000 然后这样buff之后 好像是还可以再 这有多少 1200 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多 1200 900到1000 这个多了 但是2400的话 基本就是1200 也算是有加成 就 就不清楚 就这个东西 它维持起来怎么样了 因为你是要耗两个 然后再耗两个 256 这是300 260 过分那250到300 之间 太糟了 可能这么一个样子 捧摸之后 三百五 这是300到300 5之间 总之一个 敏捷武器 我这边呢是 现在用的是 力量型build 所以就算了 把这个拆了 这个可以留着玩一玩 但是估计是不太会用到 这等于是 还有1万的经验值 我升级现在要多少 军团口径有用吗 你们看我升级 升级1万5 我先 为什么这个地儿叫 阿森松桥 这个有什么 说法吗 我先往下看一看 就是它有可能是 还有探索的东西 还是说 就直接是两个 boss是 连着打 感觉上还是有一定的 距离的 所以说感觉上 里边好像能看到 这个是什么自我素 往前看看吧 没有必要 说现在直接把 那个灵魂给 给用了 收武器了 这是那个索菲亚的 之前提到的那个事儿 想救救我 救弗宝 救护 救护 It hurts so much I want to be free Please What do we do? I don't know I can't make this choice I think she wants to live But what will you do? You have to decide You, not me Keep her alive Perhaps against her wishes Or give her peace It's your call Help me My energy is Sophia I can't seem to make contact But I can still sense her You're right I think There could be other ways to saveSophia Let's Let's keep going 感到一阵温暖 这个会是 之前还有一个 算了 接着走吧 应该是那边那个人偶吧 那个人偶应该是 就是又有新的感情了 但我记得之前那个人偶好像已经 就是完成了 就是她的那种仙影影 已经是做完了呀 恳求 蓝衣仙女 蓝衣仙女 Sophia I think she's gone Pal I can't sense her anymore 就是 我猜可能是你需要做些什么 才能救她 就是可能是 你来这的时候 应该已经拿到解药之类的 我那个狐狸的东西 应该是失败了 就是刚开始 她管我要什么黄金 果还是什么东西 那个果也是一直没有 发现特别晚 总之我不太清楚 是狐狸仙 失败了会不会跟这个 这个有关系 为什么给个这么个玩意儿 之前做给那个旅店老板 什么安通尼亚 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解药 这个有可能就是 拿了那个解药 不给她 给换一个人给 有帮助吗 但是我 那个做的好像是什么抗 抗石化病的解药 你这个是什么东西 感觉好像已经 活失了都 还是有怪是吧 这么 这么 有多少血 这下面是什么 这是我之前的那个人 他找了一个东西 是什么 Besup 不不败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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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起责了 是什么 蛇 你 我 是什么 sap 你 是吗 你 这是什么 你 你 是什么 是什么 你 这是来的路 这是暴自站 这是个电梯 这是个解净电梯 回来的 不是电梯 这是个什么东西 我的这个有开吗 哇 这个这张真的是好长啊 我猜应该就是 最后大结局高潮的部分了 修道院上半部分那一步 然后就是 我猜还会有什么外部的萤火 这是要一路爬上去是吧 然后一个捷径 可以 我估计着就 狼子还是一个新的萤火 在这儿截一下 下期的话呢 开始从这个萤火 探索它这个什么上半部分 还那一步 这名字起的 总之是下期探索这边 这个 这期呢就先落这了 也是生喜欢 我们下期见 这期内衡 下期见 还没 下期见 这期再见